Hello,今次要討論的是 《Flash》閃電俠第四季第五集 名字叫做《Girls Night Out》 故事是提及Iris的Bachelorette Party 和Barry的Bachelorette Party 即是在外國結婚前 男方和女方各自約著姐妹和兄弟狂歡一晚 故事分為兩邊 分別是Iris、Kicklin和Cecile 四個完全不熟悉和沒有關係的人 去了Bachelorette Party 他們發生了一些事 最後那些女生是自己解決了 然後男生也同樣地發生某些事 最後兩邊都保密 即是把自己的事都不跟對方說 今集坦白說 我看完是穿著地 即是我不排除VV有初後的進入 她不是拍得差 其實她的氣氛掌握、輕鬆搞笑、故事、劇本等都可以 原因是因為她在整集主題上 或某些角色的決定或決擇上 其實是很生氣的 是令人生氣到爆炸的 如果你說說議題展示 例如Aero第五季 有一集叫《Spattle of the Gun》 就是講《Gun Control》的問題 那集我是很喜歡的 今集這集《Girls Night Out》 她想說的議題是說Feminism 即是女權主義 即是一群女生迫著遇到一個問題 要真的自己解決這件事 即是女性都可以做到事 不只是Flesh地做到事 坦白說 我覺得今集她說Feminism 她是寫得很差的 甚至是寫得我很生氣 我覺得如果你要展示這個話題 其實你不是用這個方式去展示 當然說一下我對Feminism的看法 Feminism即是女權主義 我是不反對女權主義的 因為我也是一個女性 但是我是不喜歡女權主義的 或者換個角度這樣說 我是很認真女權主義者 因為我覺得女權主義這個字 其實一直被大眾誤解了 或者貶化了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這一群女權主義者 我自己真的對女權主義的定義 甚至我現在也不想用女權主義這個字 我覺得對女權主義的定義 其實是男女平等 或者叫男女平權 因為這件事其實是基於本身 由股時到現金 其實女性的權利 一直都是比男性低的 以前一直都有一些重男輕女的 甚至你到現在都依然有很多 男女不公的情況 假設女權主義 你要爭取那件事 譬如現在說 男女要同工同酬 投票平權 又或者是關注一些 可能女性一直被性騷擾 強姦那些問題 那你Feminism 就是要爭取那個平等的機會 從而這些權利就是被蜘奪的 你要多給女性 讓女性地位高一點 我覺得可以的 但不代表你要貶低男性地位 去證明女性要高一點 地位要強一點 我覺得現今很多大眾的 所謂的Feminism 就是這樣說 Feminism 女性做好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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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女性終於都發胃了 發胃了 你這樣說 你這樣用這個方式去表達 你只會是令到男性 是覺得有一種反感的出現 我覺得你要推廣一件事 首先 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你不能令人反感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是不是本末倒置 那我就覺得 這一群Feminist 是做壞了個肚子 我覺得這個問題 是跟宗教有點類似 你跟信徒在傳導 其實世界上有很多人 對上帝這個人 是沒有黑感覺的 但是就是因為你們那群信徒 其實他們是對宗教的反感 是沿著你們那群信徒 如何推廣這個上帝的方法 而今集 他就說那四個女性的那條線 Felicity Iris Kaiklin Cecile 他說Feminism 這個字 至少說了四次 不停 Hashtag Feminism 然後去男性的那條線 他就說Bachelorette Party 但是他也硬塞一些Feminism的元素進去 他就說那群男生 那些Street Club的時候 就看到Cecile的女生 竟然去做那些脫衣無女郎 其實不是 只不過是 我一個項目去研究一個Feminism 我就很討厭Cecile的女生 我覺得是影衰所有的女人 首先說一說 他這集裡是有Doctor Who的參考 阿Joe就問Cecile的女生 就說 你是Doctor Who的粉絲來的嗎 Cecile的女生就說 以前不是 不過現在是給了一個女生做Doctor之後 我就是了 Hashtag Feminism 我屌你了 你不要理我贊不贊成有一個女生做Doctor 時間久了之後 我對女生的怨憾是少了的 你要改變 你要轉做女生做Doctor 我覺得是OK的 所以我也覺得是男生做好些 但是我是生氣的 我生氣的是什麼呢 是你之前不是Fans 因為你說男生做Doctor 你不是Fans 因為是女生做 你就馬上是Fans 那這些就是為Feminism而Feminism 我屌你 如果你是真的Feminism的話 你應該是說 男生做Doctor的時候 你支持 女生做Feminism的時候 你更加開心 並不是說 你男生我就不喜歡 女生我就很喜歡 那你這些就是 搞到貶低男性 那個女性 假設如果是一個男性 你看到一堆Feminism 不停說Feminism Feminism 你有什麼感覺 然後還要說 之後去做脫衣女郎 我為了做Feminism的Research 要去經歷那些東西 我真的屌你了 你就是 你這樣跟你媽媽說 又不夠僵說 你也知道自己羞恥 你也知道自己羞恥 還有我覺得 男女平權 這件事 不代表你要去做脫衣母女郎 或者做雞 性工作者或者stripper 他們被歧視 這是另一個社會問題 跟Feminism是沒有關係的 性工作者或者stripper 其實無論男和女都一樣被人歧視 做鴨都被歧視 那你不要每次都找Feminism 去做一個擋箭牌 還要是Hashtag Feminism 我屌你老尾 我先說回套劇 他們的女生遇到問題 要去解決方法 我覺得也是有問題的 如果比賽是我 我一定會等到Barry 我是感覺不到時間的迫切性 我覺得她做到 可以等到第二天才解決 而且我多勇敢 我手無寸鐵 我沒有超能力 我不會去一個酒吧 全部都是META 去扯Acula Frost出來 這些不是叫勇敢 這些叫死蠢 最後 Iris Felicity Cecile 就在彈跳Eminis Kicklin說我還是不去 我想 你沒有超能力的人 就想去 拿支槍 就想去對付META 說到最後 你是想搏Kicklin出現 我真的想 我們三個人都不會死 你還不來救我 我就是那些 然後 最後 Iris 就出現了她最討厭的地方 就是 Acula Frost 就很生氣 有機會 可以殺到Aminis 然後 Iris 就衝出來 不要啊 你不要殺她 殺了人 就回不了頭 我屌你 那是Acula Frost 來的 Acula Frost 是殺一個人的 我認同的是 如果殺了一個人 再殺一個人 是有分別的 因為你殺一個人 你只要殺一個人 但如果你殺了另一個人 那你就是一個連環殺手 但基本上 你殺了另一個人 你殺了另一個人 你再殺第三個人 只有第四個 第五個 是沒有分別的 因為你都是連環殺手 那 Killa Frost 其實已經殺了超過兩個人 所以他殺不殺這個Aminis 是沒有分別的 還有我覺得 你不殺也算了 你又不抓他 就這樣放他走 其實你這樣 以這個邏輯去定 因為他有他的人生 或者你殺了他 你就會影響你的心智 其實Flash由第一季開始 已經不用上班了 每集要抓壞人 不要抓他們了 他們又要坐牢 又要這麼慘 困住在一個密室 又無法透氣 人也有人權 那不用做了 整部電影 任由他們 放他們走 是不是 我真的 What the fuck 整集都不知道是甚麼邏輯 我都不知道你有甚麼留言 其實 如果你有甚麼留言 在下面留下 Like Subscribe Bye Bye 那些地方 我只想看 你會不會 用別的地方 我只想看 你會不會